他是我的外甥女 小萱 小萱要來看你 他很會唱歌 他會彈琴 彈鋼琴 會彈吉他 還有什麼 演樂器 還有吹場鼎 還有吹場鼎 怎樣 然後他以後來演奏這些樂器 給家媽媽聽好不好 好 喜不喜歡 喜歡 那小萱跟妳聊一聊 好不好 那妳認識小萱 小萱也多認識一下姜媽媽 跟妳聊一聊 妳要不要跟媽媽講一下 那我請那個秀員的外甥女來看妳 她會很多運氣 她要表演給姜媽媽 那她會 所以她是一個很學有專長的音樂治療師 嗯 沒聽過吧 喔 音樂還可以治療 那我請她來看妳 好不好 妳看我媽點頭了 妳看我媽點頭了 奶奶喜歡唱歌嗎 喜不喜歡 喜歡聽音樂嗎 奶奶喜不喜歡聽音樂 我媽媽 我媽媽以前我們參加那個老人大學的時候 有那個吹陶笛喔 對不對 對 對 媽媽會吹陶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棒喔 好棒喔 好棒 好棒 我媽媽喜歡 我們有陶笛課 我媽媽喜歡 吹陶笛 那奶奶有沒有喜歡的歌手 妳就以前誰的歌才比較喜歡 我媽媽喜歡老人的歌 老人的 就是 那有特定是誰 沒有 沒有 譬如說什麼歌 啊 我媽媽 我通常都是有一本老人 有一個老歌 老歌嗎 然後我就翻翻翻翻 不要想 譬如什麼 譬如什麼 不是 那好老好老 對不對 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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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能要學一下 對啊 妳坐下來 跟那個小媽媽 距離近一點 我要把那本書找出來 嗯 百念老歌 對對對 這樣 看有連結 好 好 我媽媽 蠻喜歡唱歌的 對不對 嗯 媽媽是不是 嗯 所以媽媽喜不喜歡唱歌 妳喜歡唱歌嗎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唱歌 喜歡 哦 所以妳也喜歡聽歌 對不對 哦 也喜歡聽對不對 是不是 喜歡聽歌嗎 她 比較喜歡自己唱 比較喜歡唱歌 喜歡唱歌嗎 哦 喜歡啊 好棒哦 我也喜歡唱歌 跟妳一樣 我們是同一國的 哦 妳有 同一國的 我記得我們在那時候啊 那個誰啊 誰啊 楊大哥 楊大哥來的時候 唱松花椒 我們不是 我那個 我那個 我哥哥說松花椒那個歌啊 太 太淒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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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她覺得我們不要唱那個 對 太淒涼了 可是呢 喜不清涼沒關係 唱起來開心就好了 嗯 我們愛唱嘛 對不對 清涼的歌很感人啊 對不對 沒錯 沒關係 對啊 愛唱就好了 嗯 沒有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在 在家裡的時候啊 嗯 我們不是 拉二胡給媽媽聽 然後她就唱 對 我們就拉 媽 媽 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拉二胡 那妳就唱歌 啊 我們找到那個 妳會唱的歌 我們就拉給妳聽 妳就唱 對不對 嗯 想起來了嗎 江媽媽 有沒有想起來 我們拉二胡 妳唱歌啊 有沒有想起來 有耶 嗯 江媽媽的腦筋很好 記憶力好 好厲害 其實我在圓山的時候 又吹蕭給她聽 喔 可是那個蕭不知道被我 放到哪裡去了 有一陣子 沒有 不見了 我要找一下 我一下子沒找到 嗯 嗯 所以還要跟江媽媽聊 換妳了 都我們兩個在講話 哈哈 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說 我們的音樂治療 是不是要用她能理解的音樂來跟她活動 對 就是她喜歡她以前常聽的 等一下我可能要先問一下您 就是她的音樂背景 就可能她喜歡的樂器啊 像剛才妳們說她 你們拉過二胡跟她聽 或者是她以前喜歡的歌曲 因為那些其實在我們 其實我們對於歌曲的歌詞的記憶是 超無我們自己認知的記憶 就是也許有些老人他們有事自證 可是他們 他們 他們 記憶裡面 在深層的記憶裡面 還是保有他們以前 聽過歌曲的那些歌詞 像我們以前在養老院 有些老人 他已經沒有辦法說話 可是妳 只要彈出那個旋律 他就自然會唱出 他以前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學過的歌曲 跟著我們一起很長 所以就是可以試試看這些方法 就是用她以前熟悉的歌曲 讓她回想那些歌詞 可是我有一點不了解 就是說 我媽媽都不會講話了 那我們用這個音樂治療的方式 她可能沒有辦法跟我們一起唱歌 可是她聽到音樂 也會讓她就是 心情比較好 就是有開心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音樂治療 在對於老人的幫助上面 就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讓她保持她目前的狀態 就是因為老人是慢慢的在甩退 然後所以我們最大的一個目標是 利用音樂的元素 像利用樂器讓她感興趣 因為老人其實很不喜歡做一些像復健的動作 那我們其實會用一些樂器 然後加入一些小活動 在還有一些肢體能力的老人方面 就是讓她能夠願意去跟我們玩樂器 然後願意做一些像類似復健的動作 可是融入了歌曲跟旋律 讓她更有意願去做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比較呆板的 反覆的要她舉起手 這樣可能她會覺得比較沒有動力 就是音樂跟旋律是一個讓她做這些動作的動力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讓她們能夠 因為就是她們其實身體已經不太舒服了 所以音樂其實能夠帶給她們一些心情上愉快的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在老人的音樂治療上就是這兩個 會當作是比較大的重點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 是團體治療比個別治療會有效嗎 團體其實個別治療會更針對 因為這位老人所做她專屬的一個課程計畫 然後如果團體的話 可能她會比較有其他旁邊的人 她會看到可能她平常自己在養老月熟悉的人的一個狀態 可是因為個別治療 我們會針對比較適合她的每一個活動這樣 所以都有不同的目標跟效果 這樣了解了解 所以可能就先了解一下奶奶的狀況 就是看她平常還就是可能手可不可以舉或是握 所以我可能是可以帶一些小樂器讓她試試看 因為我們有一些小的沙琳她會搖 搖起來也有聲音 然後他們也會比較願意做這些動作這樣 所以如果說我們找出她喜歡的她可以用的樂器 我們就去買一個樂器平常就可以陪伴她這樣 是這樣處理嗎 如果你們平常想要跟她一起互動也可以 就是之後可以買一些簡單的那種沙琳 就是簡單的一些動作就可以發出聲音的 讓她也會覺得 然後我也可以跟你們一起在音樂裡面有互動這樣 嗯嗯嗯嗯嗯嗯 了解了解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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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